一開始我們持續帶您來關注 保齡茶室的食物中毒案 因為在昨天台北市衛生局 出來開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上面就有提到 說保齡的上游供應商位在新北市 這也因此新北衛生局 在今天中午之前 是已經前往到了上游供應商 也就是大阪城食品公司 來進行稽查 結果就發現他們的作業環境也有缺失 因此現在要求全面停工 保齡茶室使用的裹調原料 上游供應商就是新北中和區 這間食品廠大阪城 那麼今天早上去看都還正常營業 幾名員工進進出出忙著出貨 不過新北衛生局再度 匯同食藥署以及金發局人員 前往聯合機查 發現這間食品廠還有其他的問題 因此也要求業者 必須先全面停止作業 先來聽一下衛生局的最新說明 金發局的部分 現場是有看到 它的廠址的作業範圍 是跟原核准工廠登記事項 是有不符的 那現場金發局 就依工廠管理輔導法 然後密業者要限期改善 那另外就是整體在評估下來 因為相關的檢驗結果也還沒有出來 然後就是再加上業者 有部分的環境缺失 像是牆壁 地板還有天花板不結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就依食品安全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 然後密業者暫停作業以及停止販售 好 因為這一家大阪城食品公司 它除了製作板條之外呢 其實還有賣米粉 米苔木等等麵食 那現在是要求食品廠全面停工 不可以再生產製造 至於有疑慮的板條品項 因為目前其實都還在檢驗當中 不確定說到底有沒有關聯 因此衛生局也說了 只有先請下游業者自主下架回收 呼籲大家先不要吃 好 除了新北衛生局之外呢 其實案件發展到今天 衛福部次長呢 王碧勝也出來說了 目前還是沒有排除下毒的可能性 這當中呢包含了幾個疑點 其中呢1.1 包括了連國民黨的郵書會也說了 19號呢發生了兩起案例 21號發生了三起案例 22號四起 23號三起 但是中間怎麼20號就是沒有狀況呢 另外呢剛剛提到了保齡茶室 他們的上游廠商 您剛剛看到的大阪城食品公司 有供貨到A13 也有供貨到饒河店 那怎麼饒河店沒事 但是A13這間店出了大事呢 不過當然還是有業者 保存食材不當的預判 因為呢首先這間店 其實A13呢 他們很早就已經宣布 他們3月31號租約就到這一天 所以呢營運也到這一天 那是不是提早就知道要清庫存呢 另外來看一下 在饒河的這間店 有民眾反映 其實他內部的衛生狀況不大理想 甚至過去傳出了老闆欠薪水 隨意資遣等等 也因此呢這兩點也還是在質疑 業者的確有管理不當 但是無論如何事發至今 已經造成了17個案例 兩人死亡5個重症 這也因此台北市長蔣萬安在上午的時候 是臨時舉辦了說明會 來聽聽蔣萬安的說法 衛生局其實在第一時間也到現場清潔機查 也勒令停業對於保齡台北市的各個分店 那另一方面 衛生局也已經下令各醫療院所針對這一次相當罕見的症狀 包括拜訓期休克 肝衰竭等全面清潔即刻回報 另一方面衛生局也針對不只是這一次 包括案發的果條 河粉 還有相關整個料理過程所使用的各項食材 包含料理包等做全面的清潔以及相關資料的蒐集 在法務局的部分其實今天也已經約談了四家保險業者 也全面的檢視相關保單的內容以及理賠的範圍 那也要求限期兩日內做回覆 那另一方面法務局也已經全面提供目前相關病患 以及在家屬的律師協助以及建立了單一窗口 同時只要家屬同意 保護局會全力來協助假扣押的申請 社會局也已經完成全面所有家屬以及受害者的仿視 社工人員也都對接 那必要時也提供包括警察救助 心理諮商的各項協助 那也已經發放規問金 那警察局在第一時間也全力的配合 警察官的指揮調查 那這部分我們都會持續的進行 那第一時間也都相相關的資料文件 證物等全面的查扣 好 剛剛我們前面其實也跟您提到了 現在不排除也是管理者的疏失 那這個管理者到底是誰呢 保齡查氏老闆李仿宣 近期他的背景也被挖了出來 而且傳出有很多人跟他有金錢糾紛 其實是有官司的記錄 更多的細節我們要交給婷如來告訴我們 婷如請說 好 各位觀眾 保齡查氏的實安風暴是持續的延燒 已經造成了兩人死亡 五人重症 不過隨著案件持續的擴大 保齡查氏老闆李仿宣的背景呢 也跟著被挖出 不僅去年底被蔬菜供應商控訴集欠60萬 甚至連員工薪水都沒有 付被害人是多達了10人以上 還有的目前都還在官司訴訟 而公司了解李仿宣呢 是馬來西亞的喬生 起初做這個旅行社起家 還找過網紅事業草代言 後來遇上一級 旅行社經營不下去 傳出一度是積欠了千萬的債務 後來他轉站餐飲在饒河 開了第一間的咖啡館 接著呢又積極的拓電 沒想到現在呢又再報積欠員工的薪水 不過判決書上呢 也能清楚的看到記載的項目及內容 即使他受訪的時候 他是強調素食是很安全的 但是全案仍在繼續的調查 而在事件爆發之後呢 今天早上跟下午都有傳出 廠商和被欠錢的民眾 去到保齡查氏的總部要來討錢 稍找北市勞工局也有前往總部詢問 疑似要了解這個公司的營運狀況 北市府法務部局呢 在五點也約談他去說明 如果沒有到將會開罰三萬元 好 我們謝謝廷宇透過電話連線 給我們的整理報導 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目前事件案件已經鬧了這麼大了 但是呢在保齡公司 竟然還有店面被遺漏 這個店家呢 現在是你照片看到的 叫做馬來西亞風味蔬食酒館 它是保齡呢 位在台北市的所屬店家 那根據北市衛生局局長的前院員說法 這業者呢 疑似是刻意漏爆職業地點 當然呢 現在也要求了這間店要立刻停業 而且現在呢要朝向研討最高開罰 三百萬來做處理 而除了上門吃飯之外呢 也有人有外帶 因此呢就有一名男子這兩天反映說 他就在吃完A13分店的炒果條之後 反覆有腹瀉的狀況 那根據了解呢 剛剛提到的這名男子 他是一名外商公司的CEO 他現在就揚言 要來持續追究這保齡茶室的責任 但這起食物中毒 現在已經造成了兩個人死亡 而且同時呢分別由新北跟士林兩個地檢署來負責商宴 所以呢整個案件的範圍是擴得很大 包括了大台北地區的三個地檢署 法務部的法醫研究所呢 更特別指派了一位法醫師跟助手 在今天上午呢前往板橋殯儀館 對兩人的遺體來進行解剖 跟隨法醫及檢察官腳步快速走進解剖室內 他們是保齡食物中毒案 屢性死者的妻子及妹妹 在相宴一小時後 首度面對鏡頭悲痛發生 第一時間選擇報案 請檢察官來相宴 就是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 希望台灣的檢察機關 司法機關 可以還給被害者 被害者的家屬們 一個公道 明明只是到餐廳吃頓飯 怎麼人就沒了性命 家屬不止痛心 更無法接受 含壞藥司法還公道 另外66歲的陽性死者家屬 也在28號一早來到殯儀館 神情哀傷 等待香宴結果 保齡茶室疑似爆發食安中毒案 北檢指派民生專組檢察官指揮 列他自案調查 查扣監視器 食材貨單等關鍵證物 並向員工相關人員製作筆錄 實際進行的狀況 是由檢察官來處理 我想他們會盡快的 如果人力不足的話 他們也會征派人力 來加速的進行 目前保齡茶室 全部分店都已經被勒令 停業 檢察官官全面啟動 釐清死因及相關責任 另外市府也要求法務局 對保齡負責人相關財產申請假扣押 並檢視遠東公司保險及理賠範圍 不讓被害家屬求償無門 不過當然可能很多觀眾朋友都會想說這不過就是吃一盤炒果條 到底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嚴重的後果 現在就有腎臟科的醫師江守山他就推測了 他說過期食材假設如果這個炒果條真的過期的話 其實風險很高 而且他說他能夠想到毒素這麼快就能夠導致肝衰竭的 他想出有兩種毒素 一種呢是黃麴毒素 另外一個就是米酵菌酸 而米酵菌酸這一點呢 其實衛福部在交開專家會議的時候 他們也初步認定這個米酵菌酸的可能性真的很大 而且醫師還說這個米酵菌酸其實比起仙人掌桿菌的毒素是更加猛烈 當然對台灣來說這也是首次出現這樣子的案例 那這個米酵菌酸呢 即使是極少量的一毫克也會致命 在一天之內呢 更有可能會造成多重七萬衰竭 我們先前所知道的這個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這個部分 那大家都認為 其實這個是可能性蠻大的 衛福部針對保齡中毒案召開跨部會專家會議 調查共識以米酵菌酸食物中毒為最大可能性 因為台灣沒有出現過這類型毒素 王必勝表示 目前也已經訂購米酵菌酸標準品將盡速進行檢驗 在台灣其實從來沒有發生過了 它在國外 比如在印尼 在非洲 中國曾經發生過 而且很少見 可是一發生就非常威脅 專家指出米酵菌酸是栗腺體毒素 栗腺體是人體細胞能量的直接來源 急性損傷會造成多器官衰竭 就算是極少量一毫克的米酵菌酸都有可能會致命 就連裝葉克膜也沒用 就算用葉克膜用呼吸器 把氧氣都送到你的細胞每一處 結果他這個病人還是會活活的整個缺氧 酸中毒 過去爆發事件的潛伏期範圍大約0.3到16個小時 死亡率高達4成以上 會在短時間內導致死亡 米酵菌酸也沒有解毒劑 只能提供支持性療法 呼吸衰竭就插管 休克就打強心劑 雖然罕見卻非常致命 包括仙人掌桿菌 大腸桿菌 就金黃色葡萄球菌 還有什麼利隆桿菌 或薩蒙斯桿菌 應該說任何可能性都要把它排除 專家指出如果肝衰竭是指標症狀之一 除了米酵菌酸 可能性還有仙人掌桿菌毒素 肉毒桿菌毒素和菇類中毒 尤其病例曾食用果條或核粉 還要配合多方采樣才可以分辨清楚 三星郭索王佩華台北恰福報道 好 當然我們現在行政單位也上警了發條 包括了院長陳建仁 今天就說了將會請部會跟地方合作 趕快完成相關的檢驗以及調查 保齡茶室爆發食安風暴 至今已經有兩人死亡 還有多人在醫院治療當中 那今天上午行政院舉行院會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特別說明此案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出席 而行政院長陳建仁則表示說 第一時間掌握個案相關訊息通報後 隨即啟動中央與地方的合作 會盡速完成相關調查 早日釐清真相 一起來聽陳建仁最新說法 這個事件發生以後呢 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掌握到個案相關的訊息通報以後 那我們中央跟地方就能夠密切合作 來做相關食品安全的積查 授援疫情調查提醒各醫療院所 如果有收集到相關症狀的民眾 也要問他的這一個相關的鋪入室 然後離訊過去有沒有到保齡茶室用餐的紀錄 那如果有的話也要及時通報 那我們也希望在3月16、19日以後 到保齡茶室用餐的這些民眾 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另外陳建仁也肯定 受案的醫師有很高的警覺性 早期診斷出來後通報 對於事件的釐清有很大的幫助 新階段政府已經勒令 公餐及果條食材業者停業 除了調查食材供應廠商部分外 也將烹飪所料大陸分析 會請部會跟地方合作 盡速完成相關的檢驗